乌尼亚的信 大魏作为一国之军 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令到犹太国迅速强大起来 面对这些业绩 人们都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国王 但是要讲起他的私生活 那就实在令人摇头了 大魏登基之后 不可以忘怀自己的第一个妻子米甲 他派使者给素罗之子伊斯波切送信 要求送回自己的妻子米甲来 而这个时候的米甲已经凌嫁他人 他的丈夫叫做柏鐵 很爱他的 大魏王的要求没有人敢违抗 伊斯波切派人将米甲摘了出来 送给大魏 黑帖不舍得妻子 跟着送亲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哭 不知不觉跟到了包护林 后来 护卫人员不想让他跟随 他只好忍气吞声地自己回家 大魏自己就团圆了 但是他就拆散了人家的家庭 米甲回到大魏身边 渐渐也不爱大魏了 直到临终 米甲都是没有生育 如果说大魏把米甲从别人的怀抱抢回来 都是情有可原的话 这样在他拥有后宫皆历三千的情况之下 中巴尖别人的妻子 我们就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荒淫的君主了 那个是一个夏日的黄昏 直阳影照着大地 大魏处理员工事 按照往日的习惯 来到皇宫的平顶上散步 他登上楼梯 抬头观赏周围的景色 忽然见到对面房顶上 有一个少婦正在目浴 那个少婦容貌尽美 看太风雨 大魏为之拼然心动 于是就叫人去打听他是谁 博人会说 他是倚年的女儿叫拔士巴 已经嫁给乌利亚大将了 她的丈夫现在正在与阿门人作战的前线 大魏派人将他接到宫中 与他同床共勉了一夜 拔士巴回去没多久之后 发现自己怀孕 就托人将这个消息 告诉大魏 大魏叫人将乌利亚 从前线接回来 问乌利亚约押元帅 和士兵可好 又询问了战争的情况 然后就跟他说 你回家 你回家休息一下 乌利亚一出门 大魏派人随后 就送了一份礼物过去 乌利亚出了皇宫之后 并没有回家 就躺在皇宫的外面 因为他想那些前线的战士 都躺在帐篷里面 自己怎么可以回家 和妻子同寻呢 大魏第二天又叫乌利亚来 给她吃 给她喝 令她酶酶大醉 这一晚 乌利亚都没有回家 第三天一大早 大魏将写给亚雅元帅的信 交给乌利亚 让她带走 大魏在信中说 要将乌利亚 派到前线战斗 最激烈的地方 那时你们后退 让她被杀 乌利亚不知道信里面的内容 还以为是军事机密 火速赶到前线 亲手把信交给亚雅元帅 亚雅本来就很喜欢 也都很善于 做那些暗害人的勾当 这个机会 怎么可以放过啊 在围城的时候 果然将乌利亚 派到最危险的地方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乌利亚阵亡了 布什巴听到丈夫 乌利亚战死沙场的消息之后 哭了好几天 手伤的日子一过 大魏就派人将 布什巴接入宫中 据为己有 就是这样 布什巴就成为了 大魏的妻子了 对于大魏所做的这一切 耶和华好不喜欢 耶和华派先知拿丹 去见大魏 拿丹对大魏说 在一座城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富有 一个贫穷 富者牛羊成群 穷人除了一只小羊羔之外 就必无所有 那只小羊羔 在穷人家里 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 和他同食同分 他把小羊羔抱在怀里 就像抱着自己的女儿一样 有一天 有一天 富者家里来了一个客人 那个富人不舍得自己的牛羊 就把穷人的羊羔 拿来宰杀招待了那个客人 大魏听了对富者的行为 十分之憤慨 这种人真是该死 他必须要四倍赔上这只羊羔 因为他做了这种坏事 又因为他没有一些怜悯之心 拿单露声说 你就是那个人啊 耶和华高你为王 将一切都交给你 你就不知足 竟然这阿门人的都杀死了 乌尼亚巴占他的妻子 耶和华一定会让你在众人面前 做到报应的 大魏低头忏悔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 你不至于死 但是你和拔士巴所生的孩子 必定要死 拿单说完之后 就转身离去啦 耶和华果然降罪给大魏 拔士巴生了一个男孩 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就得了重病 大魏远瘫在地 不吃不喝 恳求耶和华的欢恕 家中的老神几次要扶他起身 他都起不到 去到第七日 孩子死了啦 神博门不敢将这个消息 告诉他 怕他更加伤心 大魏从神博门交头接意的神情中 知道孩子已经死去 他从地上爬起来 沐浴抹膏 更换衣服 敬拜耶和华之后 就回宫吃饭啦 众人不解就问他 你所做的是什么意思呀 孩子活着的时候 你禁食哭泣 孩子死了啦 你反而起床吃饭 大魏说 孩子活着的时候 我禁食哭泣 是为了让上帝怜悯我 令到孩子活下来 现在孩子已经死了啦 我不可以再让他活过来 又何必禁食哭泣呢 后来大魏和波士巴又生了一个男孩 帮他起了个名叫做所罗门 这个孩子心得耶和华的喜爱 他之后就成为了黑黑有名的所罗门王 乌尼亚战死之后 药压元帅带领士兵继续攻打亚门人 药压比较狡猾 在即将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霸之前 派使者去见大魏话 我攻打拉巴 已经攻取了水城了 现在请你聚集其余的军兵过来 安迎攻打这座城市 免得等我攻取了这座城市的时候 人们用我的名字来叫这座城市 大魏听了这番说话 不敢怠慢 立即聚集所有的人向拉巴进军 结果就攻克了这座城市了 他们夺取了亚门人所带的金皇军 皇军上面的金子 上面还堪着补石 有人将这个军免带在大魏的头上 大魏还从城里夺取了很多财物 又将城里的人带了出去 使用他们的鞋 铁坝 铁虎做工 或者要他们在尊瑶服役 大魏对待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这样 后来大魏和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